乃至于珍惜生命,不乐解生命的人。生命对他来说,是一种惩罚。25点情职是苦恼的原因。放下情职,你才能得到自在。26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。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 27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,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28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。是可耻的。29点默默地关怀与祝福别人。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。 30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,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 31点要了解一个人。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。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 32点人。32点人。 32点人生的真理。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。33点不洗澡的人。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 他们 tilted face without all swipe of picture,明生与尊贵。 民生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。 has lived in 。 33点是 。 punya 自然相。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,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,无药可救,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,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,可苦呢,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,无所事事,就像犯了贴到罪一样,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,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,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,四十一点对人恭敬,就是在庄严你自己,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,便拥有了一切,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,走是必然的,所以你必须,随缘不变,不变随缘,四十四点慈悲,是你最好的武器,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,你才能超越现实, 四十六点良心,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,你骗得了别人, 却永远欠不了你自己的良心,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,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,四十八点有时候,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,我们在追求石魔, 是什么情况,我 ancient不懂得自爱人的,是老人而为病人的,他的病人最好的慈悲,是老人秀默,是老人的瘍,是老人真相反了,就是老人秀默心不懂得让你瘍过,就是老人秀默心的反映,没人家罪带完便宜,是老人秀默心的池默心的ñ和照,还秀默心和费值旨人的地,是老人秀默心的地的,她不只泡不知了谈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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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